我的错是什么? 为何没人承认自己的错误? 这是因为我们仍在睡梦中, 只有清醒的人才能回忆起他们的梦想与噩梦。 摆脱沉睡, 全心投入哲学, 只因他配得上你, 你也配得上他。 我不接受剩余的时间是有限的, 我打算花时间去珍惜剩下的事物。 时间不是别人提供的, 我的时间是我给予的。 论精神的缺陷, 你现在几乎可以说服我做任何事情, 因为我最近被说服出海旅行, 当我出发时, 海水懒洋洋的平静, 但天空布满了云。 尽管如此, 我还是认为, 尽管天空阴晴不定, 普特奥利和帕台诺普神庙之间的几英里路程可能会很快, 因此, 为了更快地离开, 我直接出海前往泥寺, 目的是穿越所有的海湾。 当离目的地, 不是太远太近, 无论是回来还是继续, 都没有什么区别是, 平静天气就化为泡影了, 风暴还没开始, 但海浪涌浪不断加快。 我要求水手把我送到岸上, 他回答说, 海岸崎岖不平, 不适合登陆, 在暴风雨中, 他最害怕被封海岸。 然而, 我痛苦地想不出有什么危险, 因为迟缓的运船无法缓解我的痛苦, 因此我向我的驾船员下达了命令, 迫使他靠岸。 当我终于上了岸, 平静了我的胃, 恢复我的身体时, 我开始反思是如何完全忘记或忽略我的缺点, 甚至那些影响身体的缺点, 这些缺点不断提醒我们它的存在。 轻微的咳嗽欺骗了我们, 然而, 当发烧加剧, 真正的发烧开始燃烧时, 即使是一个能忍受很多痛苦的人, 也会被迫承认自己生病了。 脚步疼痛, 关节有刺痛感, 然而, 我们仍然隐瞒抱怨, 并宣布我们扭伤了关节, 或者因为过度运动而感到疲劳。 然后, 首先不确定的疾病必须被命名, 当它也开始肿胀脚踝,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患了痛风。 灵魂疾病则恰恰相反, 越是糟糕, 人们就越不了解它。 你不必惊讶, 我亲爱的卢西, 也为一个人的睡眠是光明的, 她在睡眠中追求幻觉, 有时虽然睡着了, 但她意识到自己睡着了, 然而, 沉睡会摧毁我们的梦想, 使我们的精神沉沦得如此之深, 以至于她对自我没有任何感知。 为什么没有人承认自己的错误? 因为他们仍在他的掌握之中, 只有清醒的人才能回忆起自己的梦, 同样, 认罪也是心灵健全的证明。 因此, 让我们振作起来, 以便能够纠正我们的错误。 然而, 哲学是唯一能激励我们的力量, 是唯一能摆脱我们沉睡的力量。 全身心投入哲学, 你配得上它, 它配得上你。 勇敢和坦率地告别所有其他利益, 不要仅仅在业余时间学习哲学。 如果你生病了, 你会停止关心你的个人问题, 忘记你的商业职责, 在你的痛苦的情况下, 你不会对任何一位客户给予足够的重视, 去积极处理他们的案件。 你会尽最大努力尽快摆脱疾病。 那么呢, 你现在不做同样的事吗? 抛开所有的障碍, 放弃你的时间去获得一个健全的思维, 因为如果一个人全神贯注于其他事物, 就不能摆脱这一点。 哲学拥有自己的权威, 它自己指定时间, 不允许时间指定的。 这不是一件偶尔需要遵循的事情, 而是一个日常练习的主题, 它是主人, 它命令我们出勤。 亚历山大, 当某个国家答应他一部分领土和一半全部采采时, 他回答说, 我入侵亚洲的目的不是接受你可能给予的东西, 而是允许你保留我可能留下的东西。 哲学同样对敌说, 我不打算接受你留下的时间, 但我会允许你拥有我给予的时间。 全心全意地去面对它, 珍惜它, 一段遥远的距离将开始将你与其他凡人分开。 你将远远领先于所有的凡人, 甚至众神也不会远远领先于你。 你会问自己和众神有什么不同吗? 他会活得更长。 以我的信仰, 限制在微缩的极限, 这是艺术家的标志, 智者的生命向他们延伸, 就像永恒向上帝延伸一样。 有一点, 圣人比上帝更有优势, 也为上帝因大自然的恩赐, 而免于恐惧, 智者因自己得以解脱。 拥有一个凡人的弱点和一个神的宁静, 这是多么美妙的荣幸啊。 他保护得很好, 无法穿透, 冲淡机遇打击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哲学。 再见了, 塞内卡, 尖道学。